《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嘉賓飯店私房菜 好了 三點鐘過後 嘉賓姐 我知道你今天有一位貴賓來了 這位貴賓 你非常欣賞她的才華 嘩 她真是多才多藝 飯飯都行 我覺得她是鬼才 可以說她在一家裡已經大曬了 我們今天的嘉賓李思哲 哈囉 嘉賓姐 你好 你好 你不生我 我已經算好運了 我記得三四年前 三四年前 兩年前而已 我們有個節目叫《玩夜王》 最後那一集還要是錄影了 但之前我們有一個直播 迎接這個大紀局 終極秘幻的就是嘉賓姐 我多怕她會生氣 不過她又扮得很像 還有整個設計 的策劃 都很有心思 所以就算是給你玩 我覺得 心甘情願 是的 我們做藝人 其實最難得是觀眾看得開心 你明白嗎 即是我們有時候辛苦 讓你找個孩子 有什麼所謂 我們可以娛樂到大家 才會有那種滿足感 還有大家會替你可憐 吃完那些這麼難吃的東西 都要笑著 就能表現到你的專業 還有大家為什麼這麼喜歡你 那你又扮得像 離遠看 我以為是個外國 還是什麼 我都說 扮東西 你紫高景界 就是扮不是你自己的那個 那個ethnic 即是你是扮另一種的 洋人 其實是難的 是難的 他是厲害的 不過這次呢 都要又讚一下你 即是說這個 一家大曬 謝謝 我這次去看 我就發覺 原來 李思哲 他不單止做演員 大家都知道他的戲 無可否應是好戲 他做導演 那我就說 嘩 這麼厲害 還有我覺得最厲害是什麼呢 拿到賀歲檔期 這下才是最厲害的 即是要逐一去問他 有很多東西 你看到 咦 這麼特別的 這樣的安排 真的挺好 首先 就是 為什麼安排到自己去做這個導演 這個是一向我的夢 我小時候 差不多到大學的時候 我都跟自己說 不要發明星夢 因為我照鏡 我覺得 其實我真的不太英俊 哈哈 那都漂亮的 看起來漂亮的 現在看順眼 哈哈 我曾經發過明星夢 十幾歲 最後讀大學 我就說 算了 我做幕後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以前喜歡講故事 我以前喜歡畫漫畫 大過了 就喜歡用鏡頭講故事 嗯 又讀電腦動畫 Computer animation 因為animation 也是畫面講故事 現在很多卡通片 都是CG 所以我就想讀這裏所有的東西 就打算 回香港找工作 因為我由PA開始也好 如果沒有人請我的 我做動畫師也好 那時候有 那時候有九八年 有兩間很大的動畫公司 那我自己上去見工 那我給片子看 動畫 最後我要求 15000元 他說你走吧 哈哈哈哈 真的嗎 那時候15000元算幾好 1998年 那時候很早 animation 剛剛開始 很驚訝的時間 剛剛開始了 五六年左右 電影來說 哈哈哈哈 OK 那你怎樣進入無線 那裏 我就是 有一次機會 有一個叫做 喜劇之王的訓練班 就是周星馳先生舉辦的 那就是 招生 就是 招集一些學生 上課 哇 那真的 真的找到一班學生 真的上課 七課 那他是其中一個講師 那如果是合格的 和最高分的那些 就可以演 他套戲裏面其中一個角色 喜劇之王 那我就是五個 最高分的其中一個 我記得一個 還有林紫綫 所以我跟紫綫 裡面玩得很開心 真的有個角色給他們玩 是 那我就想 咦?其實我想做PA 做大哥 哈哈哈哈 你找我 他還要我 師傑 你扮許冠雲這麼像 你不如在戲裏面 扮一下Michael 這樣 那我真的扮Michael 那後來他就說 不如你試扮一下 扮一下華仔 好似 喂 你現在說話 他現在是 認識的 哈哈哈哈 那後來我又試了 華仔那個版本 最後他喜歡華仔那個版本 如果大家再留意那個電影 其實我是扮著 一個扮著劉德華的 一個誇張導演 哈哈 這樣就進了這個圈 是啊 那後來有很多機會 我自己就無遂自戰 就交帶給TVB的監製看看 簽案 簽案 那就由歌手合約 就變成 一年歌手合約 就變成 藝員 那就做了十幾年 在TVB 長大了 那就是前幾年 咦不是啊 都十年前遇到福祿秀 十年前 是啊 因為他們剛剛慶祝十年 是啊 2007年 就是我們三兄弟第一次 的台慶表演 就做這個 轉裝的表演 是 最後三個 是草莽出來的 是 那些收視四十點 哇 那公司就說 想不到這三個奇奇怪 都可以 有些火花 那就 2008年開始 就有全家福祿秀 那我們正式 2008年 就三兄弟 是Official 成為這個組合 那 講回你說 周星馳那個喜劇之王 那在那段時間 你有沒有唱歌的 為什麼你突然會真的 又真的唱得很好 我看到很多歌手 表演的嘉賓都請你去的 那你也是 全場最搞氣氛的那位 謝謝 因為他犯犯 每一個巨星的歌手 他都扮不到 他一人可以分析很多角 是不是 傻的 因為 唱歌呢 除了唱得好之外 你的境界還要高到可以扮到人 這個是最高境界 其實你 是不是自小已經喜歡唱歌 有好有不好 嘉賢姐 我十四歲 媽媽就買一部卡拉OK回來 在加拿大 那我就 不像小朋友 放學就出去踢球 我沒有這些 extracurriculum 我放學回家 兩樣東西 唱卡拉OK 和煮劇 所以你們的劇 我看完 你們的戲 每個人的特色 難怪你看到我都好像很心情 哈哈哈哈 有看過我們的劇 我當我是真情那個 那個男主角 那時候胡蘇那個 貓屎 黃錦鑫 是啊 好 那為什麼在家裡 那是天天唱 天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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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唱來 唱這一個人就 硬改變了他的聲音 唱這一個人就硬改變他的聲音 原來十幾歲還沒變聲 男生最尷尬就是十幾歲的時候 是還沒變聲 所以聲音走來走去 這樣就習慣了 我有沒有想著做歌星 不過也有參加過歌唱比賽 那時十四五歲已經扮張國榮的聲音 因為張國榮的聲音很厚 我有些年輕人的聲音還沒變成 我一直這樣唱那些 我勸你早點乖開 很難聽 那整天扮 因為聲音不穩定 扮來扮去 扮到十多二十歲 發覺 哎呀死了 聲音壞了 哦是嗎 是呀 用錯聲 即是聲底用錯了 還有不懂用丹田 那時候 就好像一張巢子那樣 嗯 那有十年 我是唱不到歌的 因為聲音壞了 你是壞的意思是 整個沙了 講話都走音 哎呀會這樣嗎 是呀去喉嚨那裡 哦 感覺不到 一口丹田的氣都感覺不到 哦是呀 所以有十年 我想我二十幾至三十幾的時候 唱歌其實是差到不得了 整天是走音的 那後來怎樣走回去正音呢 就是苦練 將一張巢子炒了一百指 慢慢燙回 燙回直 嗯 知道自己的錯處 那樣東西也不好做 嗯 慢慢運氣出來 其實我都是這十年八年才開始唱歌 嗯 嗯 真的唱得很好 這是真的 OK啊 甚至十年前我們三兄弟 2007年那個台兄的表演 我都不是很音準的 我都常常有些 flat來flat去 sharp來sharp去 還沒找的 嗯 嗯 我想這五六年才開始找回我的音 嗯 我們那些叫pitch 那個pitch很重要 是啊 現在才找回 哦 哦 原來也有這樣的經驗 是代價 付出代價 是呀 扮得這麼誇張 小哥 哦 令到我深感的同情之心 不過 在這段時間我想喝一口茶 讓你抹一抹眼淚 是不是 先喝一口茶 吃個包 對 等一下再聊 剛剛 你在這個廣告期間 又喝一口茶 吃個包 又抹了眼淚 然後繼續 吃個橙 是啊 所以現在很飽 好了 然後你繼續去到法國 你對面這位才子的故事 是 因為其實我們發覺 一個藝人他成功 真的不簡單 他一定是經過一些波折 一些挫敗的事情 然後自己努力去尋找成功的路 今天坐在我前面這個李施哲 就是這位成功的人士 他後來知道 學習的 他知道如何變回聲 然後就很漂亮去見人 好了 除了漂亮的聲音之外 也做了一副綠秀 近期 還做了導演 我們還未加入主題 唉 這個主題很重要 你為何會做導演 這個主題很重要 因為已經上映了 上映了 是 一家大小 對 靠這麼多位聽眾 真的 我都說了 這是我的夢想 我2007年有一次機會 就是有個叔叔給了我10萬元 我 嘗試拍一部電影 2007年 這是一部獨立片 嘗試參加一下 那些獨立電影展 那拉尾真是很成功 拍了十萬元 十萬元港幣 是 是嗎 拍了七日先 叫金國文 哦 你呢 贏了也有幾個影展回來的 哦 OK 是說什麼的 說一個人的 在娛樂圈的 努力的 歷程的一個電影 類似 類似Rocky 那樣 說他怎樣游低 爬起 不要放棄自己 那種 正能量的 很正能量的 勵志片 是的 嗯 十年前 覺得可以 其實我可以擁有 再加上 我有一個好的學校 我不是拆仔仔 雖然我和她還有合約 TVB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學校 不單止你自己的戲 還有 你會看到旁邊幕後的人士 如果你要留意 你會看看 為什麼這個導演 會這樣擺這個機位 這個導演這樣放在機位,我猜不到 那個又肯打燈,這個又好像 不打是不是有個原因呢? 對呀!搞MODE! 你會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即是在過程中,你真的會體驗到 如果你不是FILIFE來起去的 其實TVB有很多東西給你學的 是真的 我都贊成 因為有很多是很有經驗的 他們都默默耕耘 而且是對那個工作有一個熱性 從中你除了學了他們的技術 藝術之外 還學到他們的熱性 因為TVB人工不多 TVB人工不多 那你唯獨 即是除了很辛苦的去賺錢 我覺得為什麼不學一下 另外一個項目就是 其實身邊有這麼多這麼好的 尤其是我 我這個Generation最好的 因為我和最多強的前輩合作過 包括你 阿姐 詩琦姐 毛姐 劉重仁 秀哥 鵬哥 最強的那群我都合作過 我和你合作就是 你找我笨來合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找我笨來合作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們的VARIETY SHOW 你都合作過很多 那是 那 既然有這麼好的機會 你都會有這麼厲害的人 你不在他身邊學 你難道在那些 剛剛訓練班進來 在他身邊學嗎 對嗎 所以 所以 我 不要 我 多口 我覺得 如果現在 真的想入 魚柳圈的年輕人 不妨真的跟多些 前輩學 不要經常看這個 不要經常看這個 不要以為這麼簡單 如果你想自己沒有這麼簡單 應該在更多經驗的前輩身上 拿多些東西回來 你會自己有得益 嗯嗯 那 你知道 比如你在加拿大 你讀書的時候 你讀大學 也有讀電影 也有讀animation 所以你做這個導演 其實 都理所當然 因為 你自己已經有 那個模式 那個課程 已經在你的腦裡 只是你去不去發揮出來 還有去用出來 我相信 每一位家長 媽媽 爸爸 都很贊成 他們的子女 讀多些書 這個一定的 我想我第二天做爸爸 我也會是這樣 就是讀飽書 家裡一定會比較放心 是啊 出到去就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闖世界 那我 我可以這樣說 部分的 真的來自書本 嗯 一定要懂些 就是會學 有個基本 有個基本 對 你會更明白 之後的路沒有那麼辛苦 嗯 好了 有書本之後 其實你再走你那條路 就看你自己 怎麼走 嗯 就是看你進了這個圈 是不是真的認真 嗯 會不會學多些東西 嗯 就是不要心急 嗯 跟著一個好師傅 嗯 時間 很多東西加加起來 嗯 那當然 是啊 就是你做事 那個歷程 跟你讀書 其實是分開的 但是如果你有讀書 一定會幫到你 那個career 我覺得 這個是 那這次的一家大曬呢 其實 我去看的時候 我是以一個很好笑的劇去看的 嗯 我是想不到你拍出一種 是一個家庭裡頭需要 現在我們需要說的一種 溝通 是 還有那種溫馨 嗯 那我就對你 你眼相看了 哈哈 你馬上深深眼 我見到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給了一個like 和兩個深眼 哈哈哈哈 因為你才不是表面的 是內心 是有這個外心 是顧及到現在社會發生著什麼事 因為這個是你一個心意去表達出來的 一定要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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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都說你現在想說 有一套戲適合爸爸媽媽又適合小朋友去看 很難找到 唯有爸爸媽媽去看 有時候又找個菲蓉帶個小朋友去看 是這樣 這樣就很奇怪 還有手機這件事也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現在科技發達得這麼厲害 我不是說不好 有很多好處 但是好像依賴了科技這件事 我覺得令到小朋友和父母的距離疏遠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要拿回一個平衡 其實我80年代 我和媽媽爸爸的那種感覺 我想帶回來現代的一種提示 我又不是說誰好的 科技有科技也好 我們以前的Sweet有的Sweet也好 究竟那個Balance 我們怎樣去分配呢 大家看了你自己去想 沒有說誰對的 有一場戲我也覺得挺好笑的 就是那個模擬境界 很流行的 現在困住在頭上 VR那些 你是看到什麼 其實那個不是真實的現象 是自己發天發狂那種 我的兒女每個人都會看過來 出來是另一個世界 其實我都很擔心將來 全部都會這樣走 你說的VR 是啊 是啊 會的 因為你發明那些是好 你看到什麼 好像要真實 但是那些其實不是真實 如果到時越整越似 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不捨得離開那個世界 很真實的 會怎樣 是啊 脫節了 其實跟真實那個時間 那個空間 是不是脫節了 所以這個 正如在你的戲裡 都會說得出來 真的 而且如果有感覺的話 譬如有人欺騙你的手 在VR欺騙你的手 你一手感覺到人欺騙你的手 哎呀 這樣 那就很大件事了 真的跳不出來 是啊 好啦 那你 我想問問 你的戲裡 為什麼你突然想到 有那隻鳥呢 哦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家庭片 可以有一點點fantasy 嗯 就是 其實那個 雖然 溫馨愛的那條線很實 但是我們的演繹 又不是浮誇 是 是 很可愛的演繹來的 既然這麼可愛 我覺得小朋友 看得這麼開心 其實多一隻fantasy的東西 這些 啊 啊 迪龍大哥說神雕 我說不是神雕 我說 野生捕獲 一隻很大的鳥 出現了 小朋友覺得看得過癮之餘 很過癮之餘 其實都是 都是說我們現在 環保的意識 即是 即是 作為撕垃圾 其實真的影響到 不單止大自然 甚至乎現在很多動物都會受到影響 那麼這個 這隻東西是專門撿垃圾 因為我們經常撕垃圾 這隻東西專門撿垃圾 撕垃圾 變成自己一個地方 一個環保的意識 有一個意識 有一個意識 這個其實 大家未入場看 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所以 阿嘉燕姐 剛才你給了一個 說回她的電影 其實我知道 今次 阿獅子你也是 滾盡人情卡 已經 對不起 錯 是嗎 真的 我不是滾盡人情卡 其實我覺得阿嘉燕姐 我想你會認同我的 我覺得每一個電影的演員 演了這麼多年 有她現在的聲味 地位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嫁 是她自己努力回來的 因為我都很尊重這件事 因為我都很愛電影 我都很希望 翌日我都自己都有一個嫁 所以我找他們回來 其實是一個層次都沒有減 是因為我要尊重她 我要尊重她 第一 她們不是錄卡片 錄卡片 只是施家宴 來幫我拍兩個小時 拜拜 可以了理事 可以了師傑 又不是這隻 她們全部都是主角 不是 她是重要角色 由頭大到尾 她們七個人由頭大到尾 所以 一個都不能少 你當然要當她是主角 去處理她這個人 所以你怎麼可以選別人的 人家真是全程投入你的電影 人家真是交足功課 人家真是那位明星 所以沒有減到 不是 我錄卡的意思 不是說她減人 不是說她減人 怎麼會邀請她出來 是的 我們是說這件事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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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錯了 因為 首先迪龍大哥已經很難 他都選劇本的 是的 他都很認真的 第一個我選劇本的不是迪龍大哥 是迪龍嫂 好 哈哈哈哈哈哈 明白明白 我 我傳 Whatsapp也好 打電話也好 打給龍嫂先 是的 沒有當然是Whatsapp 即是她是經理人 是的 她說我有一部電影 誠意想邀請迪龍大哥 做男主角 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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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不要緊 讓我看一看劇本 嗯 一天就約了我上來 你現在在哪裡 我公司在西環那邊 你什麼時候可以啊龍嫂 你上來 我們先聊一聊 嗯 看星期幾 上來 OK OK 多謝多謝多謝 那是她上來 那是說完整個故事 我整隊人 我一班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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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一坐下來,他第一句說 欸!導演! 怎麼樣? 哇!龍哥! 你跪在這裏嗎? 龍哥! 屍折了,龍哥! 屍折了 挺好,看了這個劇本 說這個父子什麼矛盾 現在這個社會是父子和爸爸和兒子 謙虛溝通,看到很大的事 說一輪道理,再加金句,任司 我就說是是是是 那你說怎樣?導演角色 最終的午餐吃了多久? 都聽了兩個多三個小時 因為我坦白說 丁龍大哥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 你劇本的題材對他來說是最吸引的東西 是的,還有那個角色 和我那個角色 父子的那條線 其實都描寫到 其實現代溝通的那件事 你就是放在心裡 你就生氣 其實兩父子怎麼會生氣 其實是不說出來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 現代很多 不要說父子 媽媽與女兒的關係 就是差溝通 其實說一句 可能會改變很多事情 是的 所以他們兩個一出戲 一出場 他們父子那些眼神的對戲 是非常之好的 是真的說 現在很多社會其實都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永遠沒有去說 其實是一線之差 一線之差 一溝通了 大家多融洽 何必要為少少東西 大家擺在心裡這麼多年 我都欣賞這個項目去說這件事 是的 那他又不生氣老婆 老婆好像薛家宴那麼成功 袁秋姐 很厲害 袁秋姐這陣子在台灣 你特別請他回來拍 喂 我請他回來拍那些是去年的 那時候他有期的 我很記得 因為我跟他很熟 好朋友 我都叫他媽媽 他說媽媽 有女主角幫我拍 是的 是的 他又做得很好 不要緊 這個是你做的 他的口頭善永遠都 有沒有戲做先 很像 有沒有戲做先 再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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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戲做先 是的 大家認 他最重要是有戲 你明白嗎 他當然是過癮 當然有戲 難道找你下幾棋 我說 是 過來聽聽 說說說說說說 阿尾都很快 很快 一兩餐飯 就感動到他 好 最後大家拿著一杯白酒 多謝媽媽 可以了 你說怎樣怎樣 導演 很開心 第一次做導演 兩位前輩都欣賞你 我又想知道 你拍的場地 我們是很少見的 你是否找一個地方來搭 那個是一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不是錦田 錦田很遠 錦田那邊 錦田那邊 錦田那邊有一個camping site 給一些人去玩 爬繩 那裡 我喜歡他一塊很大的平的草地 因為現在很少 香港很少 一大塊平的草地 沒有可能 那你即將又有個小壺 那個小壺 我另外在大美督拍的 因為 我看完之後 我就期待 咦 這個地方 給一家大手去玩 你自己很想去 是啊 他出來很漂亮 有個別墅仔的屋 即將有個壺 那個壺就在大美督那邊 那麼 那個camp site 即是很大塊地 那裡 剛好就是一棵很大的樹 在一邊 那我就 這樣就對了 我們就去這棵樹 蓋了樹屋 不用一個月蓋了 哦 你整間屋 是在那裡蓋的 它只有棵樹 我們圍著棵樹蓋了一間屋 所以其實是有製作的 你的製作不少錢 很貴 那間屋很貴 是啊 最慘的是 我跟那個camp site說 其實你們不需要拆 是 有些可以保持住這間屋 隨時印到很多 很多遊客來住 都可以 很開心 他們說不行 一定要拆 因為他們怕 那些建築符合不到 那個 你知道很多 政府的規條 很多規條 所以最後都要拆 所以很可惜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你感覺很骨子 很特別 其實香港很少有這樣的地方 你找到那個地方 搭一間屋 如果你不拆 肯定成了 那些人看完那部戲 每個人都會去 每個人都去看 每個人都去拍照 拍照 不要說住 是啊 那隻鳥 都放錢進去做隻鳥 你真的很喜歡隻鳥 真的 對呀 我覺得 給我的感覺 是一個外國片的感覺 真的有這些 那我想他又加上 你加些Animation 上去 是 我呢 因為我讀Animation 我就覺得 電腦動畫 就不可以濫用 即是不要什麼都電腦動畫 即是你不要 動一點就有個 變形金剛 就為電腦動畫 不聽 有隻大隻的鳥 都是電腦動畫 我覺得沒有了那種真實 因為我以前 我看星球大戰大的 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 所有以前那些怪獸 都是人推的 都是人去做出來的 那其實 為什麼我不走回這兩樣東西呢 其實 更真實 因為CG 你始終不夠 荷里活 人家做得這麼像 還有荷里活 到現在都做得不真 你都看得出 普通人都看得出 你現在 那個東西不是CG 所以 我在想 這隻大鑊 其實不要緊 做出來 我怎樣去operate它 最難想 就是怎樣去 將它動 像一隻小鳥之魚 你們看到有九尺這麼高 是啊 那隻 那隻 那隻腳 是 反屈出來的 是啊 那隻腳 其實是 做出來的 即是下半節 是假的 上半節 它是踩上去的 所以它走的時候要平衡 它練了很久 哦 哦 我們排舞老師 Sunny Wong 和她的隊伍 去想怎樣去 安排 哦 這樣動腳 動腳最難 是 另外那兩個翼 就比較容易 因為那個翼 它是拿著東西 那隻東西 就可以控制到那個翼的縮 嗯嗯 最慘的是那個頭 因為那個頭是很大隻的 嗯 那你沒有理由 那條頸這麼長 可以做到那個頭 所以其實它的頭 剛剛在那個喉嚨的那個位置 嗯 那頭喉嚨的位置 就是 穿了個洞 就讓它們看東西 它就要戴一個頭盔 其實用頭 用頭 用頭 用額頭 來控制 上面小鳥 那隻頭 那個動動 哦 其實它用頭盔 那不是要在頸上來看嗎 其實 又要在頸上來看 又要穿著八十幾磅的這個 那個Suit 那人都很忙啊 又要伏那個 那個翼 又要踩那個 那個幾尺的高橋 高橋 還要平衡到 哇 好厲害啊 難度高 難度高的 是啊 我想它一天工作五小時左右 你就會讓它休息 是 一小時 要不要摸出來 最慘的是那時候很熱啊 哇 一脫了 整身濕了 OK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節又繼續 好 我看到你聽得如痴如醉 我們這個叫做making of 哈哈 因為我看過這部電影 所以我看的時候我也很享受 謝謝 當然要請李導演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家賢姐 謝謝你 他拍攝的過程 是嗎 尤其是呢 最後那場戲 賽車的那場戲 其實是很熱鬧的 也拍得很精彩 是嗎 你看的時候你覺得合格的嗎 那場戲 OK 是啊 是啊 你都會帶動你進去緊張的 就是 看誰贏啊 誰贏啊 是很開心的事 突然又射番茄 是啊 你在哪裏拍那場戲 那場戲呢 其實本來我們在馬鞍山找到一個很漂亮的場戲 嗯 最後就不批給我們 因為他經常說 要留給學生的席 不知道什麼 他總之有一個excuse 我們很傷心 最後有另一個場戲 就是在深水埗 雖然沒有那麼漂亮 但也有分那麼大 還有他那個所謂 跑道 有似跑道的東西 你知道其實是鬥跑步那些田徑的地方來的 那找到這個地方了 那我就開始想 哇 其實賽車真的很大膽 除非賽車的片 你才拍得精彩 你知道 不簡單 不少錢 你還要為了一場戲 搞賽車 但是我跟自己說不行 一定要拍 因為講爸爸 就是因為他沒有失去信心 以前 輸了一次 賽車手 那他永遠屈住自己 是 而最後他終有一次機會 讓他可以 贏回 是的 東山在野 我覺得是一定要拍的 嗯 而且我覺得會感動的 會觸碰的 那就想辦法 那我 那我拉給我怎樣 不行 我一定要寫 整場 車 每一句對白 發生什麼事 他扔彎 他退後 原秋老婆反應 全部 每一個action 都寫出來 寫出來 寫出來 你全部 我寫 寫完之後 我再分storyboard 在我 某個電腦版上 哇 很細緻啊 我分storyboard 你做了很多功夫啊 storyboard 總共有幾百個shot 那我就把每一副storyboard 我一刷出來 一刷出來 一刷 一刷 一刷一刷 一刷很大的board 就像現在的那樣大的board 我就 動了在這裏 我就說 我們今天要完成所有的座 完成的話 就拍到了 我一定能剪到 因為我有了所有的layout 另外呢 我有個車隊 都知道應該怎麼拍的了 車隊有車隊拍 我的紋氣和勝利那段 有我自己拍 最後拍完 我記得 是早上九點 才開始 天亮 天亮 其實我六點已經到了 我慘了 麻煩你快點亮 十月中 就是最慘了 十月中 是最少白天的月份 是啊 五點的天黑啊 我多慘 其實我真正拍的時間就是 九點 至到五點 大約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因為那個場 我沒有錢可以再租 那個場已經 還有演員的期間已經沒有了 嗯 因為你的演員全部都在那裡 全部都在那裡 那我覺得 我沒有必完成 所以我就決定 做那個storyboard 做完功課 一定要拍完 唉呀 真可憐 下午三點 下雨下了一個小時 噢 那再想 我可以下雨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什麼都做不到 那 幸好 下了一個小時就沒有了 那繼續拍了 我們拍了一些有daylight的東西 馬上拍 好了 最後真的是天黑了 五點 不要緊 拍 comerkey 那些 comerkey 可以打燈 那些 留在最後 即是迪龍 很tyshot 駕著車 哇 我快來過他了 那一堆 慢慢拍 拍靚他 嗯 竟然可以 那一場 的賽車 可以 八個小時可以搞定 其實真的是 畢生難忘 那 這又要讚一讚你 嗯 其實如果第一次做導演 這些位置 未必那麼容易抓到 真的 為什麼 因為 很多時候是超時 超預算 嗯 還有 因為你有時候要體驗到經驗 你知道怎麼去跳拍 我知道 這些是很快的 哇 你做導演 你連跳拍 那麼緊張 你不會抓到 你是很難去 你說一天那八個小時 因為我拍完這場 最後那場戲 真的 那可能 事先 你做了 那些storyboard 嗯 列出來 說了 哪個shot去哪個位 是 這個浪費你幾天功夫 這個搞了我一個星期 是啊 搞了我一個星期 是啊 因為你現在 你好像現在拍30秒廣告 那樣的拍法 我們廣告就是 有storyboard 是啊 全部都有storyboard 你整場戲 因為 因為始終 我編劇問我 欸 最後那場是怎樣的 哇 交給我 交給我 因為在我腦子裡 那如果我腦子 我想到是怎樣的 我不如每一件事寫出來 哦 每一個對白 每一個action 每一個人的反應 都由我寫出來 即是好像 Rocky第一集都是 你有沒有看諾奇 有 史太龍 有 導演問史太龍 喂 其實最後那場 你有沒有劇本的 沒有啊 想著你一拳我一拳 到時在那裡排 然後導演跟他說 不要 你出右拳 寫下他 再烏低 寫下他 老婆反應 麻煩你寫下他 再來勾拳 又寫下他 但是他真的 整場 拳賽真的寫下了 那導演真的 容易拍很多 而且大家就知道 有個默契 對啦 排的時候就知道 好像排舞一樣 那我就在這套戲 在這套戲 即是在以前那班 史太龍那麼厲害的人 在那裡學回來 我覺得action 真的不要到時才能量 寫下 尤其是賽車這些 嗯 這件事很成功 即是恭喜你 多謝多謝 我也多謝 那些animation 那些animation 突然噴煙 噴顏色煙出來 是啊 那些小朋友也幫到手 另外他的音樂也很緊張 是啊 整體都好滿意的 是呀 多謝多謝 就是公平 你的努力滿多白費 多謝多謝 應該現在適合大家 一家大細去看一家大曬 是嗎 對 對 對 今天謝謝你 分享這麼開心的文件 謝謝 吃了橙子 謝謝你 拜拜